阎皇子孙移民海外,早起可以追思到公元前的秦汉时期,秦有徐福东渡,汉有丝绸之路。 公元前124年,汉武大帝打通了中西交通,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,中西之间开始有使节和人民来往,多则几百人,少则百多人,汉朝也开辟了东南亚和印度方向的海上交通。 虽然贸易量不大,但也有少量阎皇子孙从那个时期,开始就成为了早期的海外移民。 早在南宋福建作为当时对外的主要港口地区,就有商人和师弟农民开始迁徙到东南亚,当然,真正开始有规模的移民东南亚,其实是始于明朝的郑和夏西洋时期,大家都知道福建自古以来是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, 民间谈到福建有句话叫,八山恶水一分田,三面黄山,一面黄海,这是对福建地貌的总结性描述。 福建的土质,以天酸性的鸿杆为主,很多粮食作物都不适合在此种植,加上本身处在九陵地貌,地块零碎,这就是为什么形容福建八山恶水一分田的原因。 在中国历史上以龙羹为社会主导的时期,由于羹的稀缺且平息,福建一直是一个贫穷的地方,由于脚踏实地龙羹巴掌的先天条件太差,所以随着文明发展,福建人探索出了一条是和自己的后天生存之道,那就是他们引以为傲的爱拼财会赢的精神之道,有时为了赢,他们也会不惜冒险。 早在几百年前,福建商人就有出入,遇到的和绿八灰色地带的记载,从明朝中叶至新朝加定时代,中国中原大陆的生产力,始终领先于周边蚂蚁地区。 那时的福建人就开始闯荡中国籍东南亚,部分人开始干起走私的生意,因为走私生意获利更为丰厚,明史记载,突人以诸与华人示意,达着力数十倍,福建人善于利用明朝政策的松紧而大搞走私,入大明朝廷的羊毛。 后龙庆皇帝宣布解除海军后,民间资人的海外贸易,又迅速达到了一个新高峰。 然后到了21世纪的今天,说华人已经占领了东南亚。 一点也不夸张,因为如今东南亚的经济活动,几乎是被华人群体所主导,而华人家族在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政坛上,也有较大影响力,如大国和菲律宾。 今天就来给大家全面讲讲,现今菲律宾华人在该国的影响力和地位。 菲律宾是一个多民族、多宗教国家,主要信仰天主教和伊斯兰教,由七千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,面积30万平方公里。 2017年统计的人口为1.049亿,而有华人血统的,可能超过一千万人,纯正的华人大概在150万左右。 其中大约80%来自中国福建地区,且十有八九都来自福建的泉州、张州、厦门等地方,菲律宾华人的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和时期。 第一时期,从宋朝开始直至清末,这一时期主要是华人贸易的形式来到菲律宾进去,在明代甚至还甚至过专门的贸易官员和管理华人商人的官员。 第一时期的一年,由于时代久远,基本也上都融合了,这一部分人只能称作是,带有华人血统的菲律宾人,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完全同化信仰天主教了。 这也是菲律宾的主要宗教。 第二时期,日本姓华后,华人为了避纳下南洋,有一部分到了菲律宾后定居。 这里面大多数是沿海有钱的商人和富户,多来自广东、香港、福建、上海等地,这些带有人事积累的华人群体,不少是现些菲律宾顶级富豪家族的前身。 第三时期,改革开放后的新移民潮,带来了不少新移民,有些是因流选而来,也有些是过来做生意后定居的。 而现在菲律宾华人的精英和中间力量,主要是第二时期来的后代,二战前后来的他们仍然保持着相对纯正的华人血统和文化。 家族里有着来自大陆的记忆和联系,他们也活跃在菲律宾的政坛,并把控着这里的经济命脉。 华人在菲律宾的政治影响里,菲律宾历史上产生过多位华人后裔总统,现任总统杜特尔特的祖父就是中国人。 他的祖父就是中国福建,包括前总统埃基诺三世的祖父,也是福建漳州。 上世纪的老总统马克思,据说生父也是华人,还有在马克思后面的阿罗约也是华人后代。 在菲律宾,总统基本上形成了政治世家,被几个华人大家族轮流作庄,所以华人在菲律宾政治地位非常高。 实际上,菲律宾的华人总数大概在140万上下,只占总人口1.4%左右,但是政坛上几乎都是华人的身影。 可见华人群体在菲律宾的经营地位和社会影响力,华人在菲律宾的经济影响力。 据有关统计,华人群体大概掌控了菲律宾70%经济活动。 在福布寺台行的菲律宾富豪,前十几乎都是华人。 在菲律宾经济的关键部门,如银行、交通、房地产、医疗等,都是华人家族在主导。 现在菲律宾这名的大富豪施志成、吴亦辉、吴聪满、陈永哉、郑肖金等,看名字也知道是华人后代了。 施志成在菲律宾更是如同中国马云一般的存在。 由于华人在菲律宾融入程度之高,正经地位之高,也让现在的菲律宾成为东南亚最不排华的国家。 菲律宾的女人甚至已嫁给华人未融。 可以说菲律宾目前是华人在东南亚地区最有优越感的国家。 菲律宾国父和赛里莎,曾领导菲律宾人民,在西班牙殖民时期争取独立,而英勇就义。 她的祖籍是福建省新疆市罗山镇上谷村,今称为上郭村。 有收获,可以关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谢谢观看。